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您的持续支持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也表示 地面进攻马上开始 以色列军队很快就要从内部看到加杀 而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公开讲话 把俄罗斯与哈马斯说成是同一类政治实体 他说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哈马斯所代表的威胁不同 但他们的目的都在意彻底摧毁相邻的国家 拜登还说如果我们离开乌克兰或者是背弃以色列 就会把美国的价值观置于危险之中 拜登提出了四个目标 支持乌克兰到最后 支持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 防止这两场战争向世界其他的地方扩散 实现人道主义 但是第四点必须为前三点服务 这意味着人们所最不希望出现的场景可能就要变成现实了 那就是以色列将在加沙开展彻底的军事清剿 将不惜平民的伤亡 彻底的剿灭哈马斯 拜登并不是虚张声势 美国的七舟舰卡尼号已经在红海多次击落了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和航航导弹 美国也没有宣布艾森哈尔尔号和福特号航空母舰什么时候离开地中海 美国这一次实际上是打算让以色列放手行动 直到完全消灭巴勒斯坦的武装反抗组织为止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也曾经介绍 美国现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在自己主导下比较和平安定的西亚格局 不再牵扯美国的精力了 巴以冲突长期化是不符合美国目标的 那么美国又为什么要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长期化呢 从目前情况看加沙地区孤立无援 和加沙接染的埃及虽然同为穆斯林国家 却没有迫使以色列放弃军事行动的意图 沙特做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也仅仅是在外交上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出手相助的实际行动 伊朗虽然一直同情和支持哈马斯 但这两个国家毕竟相隔遥远 伊朗不太可能组织远征军去解救哈马斯 也没有能力对以色列形成直接的军事威慑和压力 作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代表的法塔赫 也不打算支持哈马斯 10月20号 法塔赫甚至与以色列联手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数十名哈马斯成员 所以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反映哈马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实体会真正的出手去阻止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进攻 以色列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之下 通过军事行动彻底解决哈马斯 把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压缩一半 居然具有可行性 即使哈马斯的一部分高级领导人还能够在卡塔尔遥控指挥 重新组织资源在战后重建哈马斯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是很难对以色列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所以对于以色列的极右政府来说 这个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哈马斯当然也绝不会坐以待毙 虽然孤立无缘 也会依托袈裟复杂的城市结构和地道体系 和以军殊死一搏 就算是打不赢 也要让以军损失惨重 这就是内塔尼亚湖预计战争将长期化的原因 以色列如果想减少人员伤亡 就必然要加大火力打击力度 这需要美国从武器弹药到情报支援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 拜登在10月19号公开表示 美国应有强大的军事工业 可以同时支撑乌克兰 以色列 太平洋地区和阿库斯集团 看来美国是要搞一场军事工业动员 来应对越来越麻烦的国际局面 工业动员需要时间 美国的军事援助抵达也需要时间 而以色列现在正好拥有时间 所以我们推测 以色列很可能量入为初 采取一种来多少援助打多大仗的策略 循序渐进地 把哈马斯从加沙驱赶出来 或者就地消灭 至少是要压缩到南部去 然后再采取其他的措施 这个时间过程不会太短 如果外界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不作出有力的干预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 将面临长期的人道主义灾难 好 这期话节目就说到这里 欧州干 kolors 崔老实 沙驱赶